各位网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香港号 我是陈坚 看到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说 到明年底 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增长将会维持5.1% 高于美国的1.3% 欧盟的2.1% 以及中国的4.7% 而在通货膨胀率方面将会从4.2%下降到3.3% 又低过美国的4.2% 欧盟的4.3% 和印度的6% 那么其中越南的表现可以说是尤为令人瞩目 大型的商场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 很多日本韩国的资本也都纷纷抢摊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越南的经济如此令人瞩目呢 它到底背后有怎样的原因 那么在整个亚洲当中 它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和韩国呢 相关的话题 今天的节目 陈坚请到的是银科控股的首席经济学家 兼金融研究院院长夏春博士来做一个详尽的剖析 夏博士您好 看到越南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第二季度的这个反弹力度GDP增长了7.8% 那也推动了它上半年整体的GDP呢 是增长了6.4% 那么他们的统计局长就预期说 今年全年也能够有7%的增长 那么相比全球来说 这个增长还是相当的显著 您觉得越南经济这样出现高增长的背后的驱动力 到底是什么呢 越南的经济啊 今年上半年表现的确实非常亮眼 刚才提到的数据 二季度同比增长7.8% 上半年同比增长6.4% 这个呢的确是在目前美国 欧洲 亚洲其他国家的进入衰退的状况下呢 是的确非常亮眼 整个东南亚的经济今天表现也不错 背后的逻辑核心的原因呢 其实就是对疫情的防控啊 对疫情的放松 那么吸引外资的流入 以及呢作为一个出口替代啊 作为中国这些年对外的一个出口替代 那么多蒙呢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从2019年开始 那么一直持续到今年 在目前其他国家因为各种考虑啊 一些人员冲击下啊 他们的这种生产啊 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特别是向欧洲啊 包括德国 包括日本 那么在目前这样的环境下呢 我们说整个东盟呢 他们还是非常积极的从中国进行进口啊 从这个韩国 日本进口 然后呢 向欧洲 向美国呢去出口 所以能够保持这么一个好的经济增长呢 其实也是和这个联储啊 一些机构的预测是一致的啊 这里面有世界银行IMF的一些预测 那么整个越南呢 它又有一些独特性啊 因为越南它在执行 他们的这个经济计划 有一句话嘛 说这个越南的改革整个方向啊 整个发展的方向就是 照着中国来学习啊 中国是摸着石头过河 然后越南摸着中国过河 所以越南今年的上半年表现非常好 等到三季度数据出来 可能大家会更大吃一惊 三季度的越南的经济增长数据 肯定是两位数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越南在去年三季度的经济 同比是负的增长 所以去年的基数是非常弱的 那么在去年之所以这么弱呢 也是因为当时疫情呢 对越南的冲击比较大 放开以后啊 对它的整个生产啊 造成了一个混乱 那这样的双位数的增长呢 其实在东盟其他几个国家呢 在去年的都已经出现过了 所以今年的越南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并不意外 不过我们也想指出另外一个点啊 就是说虽然说越南今年二季度的表现呢 是7.8% 非常亮眼啊 但是整个在今年的这个东盟里面呢 它其实是排在第三位的 今年排在第一位的增长 其实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啊 实际上是菲律宾 第二位呢实际上是泰国啊 第三位才是越南 刚刚您说啊 在整个东盟从这个经济增长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呢越南排在了第三位 第一位是菲律宾 第二是泰国 那这其中是不是跟它的这个基数是有关联的 一个是基数的原因啊 因为确实越南在去年表现是要比东盟其他国家 整体上的表现要好一些 还有一个表现 我们可以这样看 就是疫情造成的冲击 像越南过去两年 它其实平均下来只有2.5%左右的一个增长 但是呢其他东盟几个强国呢 像印尼啊 泰国 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 还有菲律宾啊 他们在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长呢 其实是负增长 所以越南经营大家的关注呢 确实有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文章啊 就讲到越南的这个增数 甚至有人把越南跟这个深圳区域进行比较 当时主要是基于这出口的一个数据 那么越南呢 它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和它的总体的经济规模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它真的比较快 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越南依然是这六个国家里面 总的GDP的量呢 是最低的 最高的话呢 是印尼 那么越南呢 是跟其他几个经济体呢 总量呢 相对差不多 所以它在 今年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啊 就是它的通胀呢 是比其他的六个东盟的国家呢 都要低的 而同时呢 它还采取了财政刺激 今年有150亿美金的一个财政刺激 政府的财政刺激 听上去不是很大啊 但是对它来讲 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刺激 再加上呢 它采取了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样的话 不断地吸引了这个外资的流入 今年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 是今年上半年啊 越南吸引的外资的量呢 达到了去年 全年的90% 所以这个呢 是对越南的经济呢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我们看到 在全球通胀高企 消费抑郁地下的 这样一个大环境底下呢 越南啊 它的这个消费力 确实非常的高企啊 尤其是看到中产的崛起 那么很多大型的商场 可以说像 雨后春笋般的冒出 那么像日本韩国 很多的这个大商场 也都纷纷地抢摊 那我看了一下数据 这个越南呢 是有9000多万这样的一个人口市场 他们的平均年龄啊 只有32岁 那么如此啊 推动内需 是不是和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 年轻化有关联吗 还有其他因素吗 理解越南现在的经济增长啊 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视角 就是我们回到中国 大概是15年前 大概中国2005年左右的人均GDP啊 跟现在的越南呢 是比较接近的 当时呢 中国也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 而且呢 消费呢 作为一个主要的拉动啊 投资消费 那么越南刚才提到的人口结构呢 确实是使得他现在的这个内身的增长 比较有这个活力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啊 他人口是大概9000万 平均年龄32岁 他的这个年轻人啊 就是我们定义的 所谓的消费主体这个人群呢 大概有6400多万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口红利呢 当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呢 现在在越南身上呢 在重新的扮演这个角色 越南的这个人均的收入啊 他其实并不高啊 如果换成我们人民币的话 大概现在也就是2500元啊 人民币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水平呢 他但是相对于他过去自己 比方说以前大概只有1500元人民币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对他来讲 也是增长了大概80%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 他的商场啊 雨后春笋般的冒错啊 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过去经历过的事情 所以今天发生在越南身上呢 我们应该感到呢 应该太意外 而且可以想象越南这样的一个消费推动啊 投资推动的走势呢 还会往前走 还会延续 我们知道近年来海外投资纷纷进军越南 好像李嘉诚早两年也就开始 在越南布局了 刚刚你提到这个数字 也是令人瞩目的 就是说上半年吸引外资的这个量 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90%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新加坡方面呢 他们的副总理经济部长 也刚刚完成了对越南的这个博士访问 之后他就表示说要和越南之间啊 要加强这个优势互国啊 这个深度合作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其实为什么这个外资纷纷涌入越南 越南的投资环境到底有些怎样的优势 还有哪些领域是值得投资的呢 对越南的最近确实在吸引外资上面 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啊 特别是李嘉诚进军越南进行一些房地产投资 这个呢是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报道 那么新加坡呢和越南呢 它有一个特点啊 它的经济总量啊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新加坡比越南稍微多一点啊 新加坡大概上百年GDP是大概2000亿美元出头啊 然后呢越南的是1900亿美元出头 所以两个国家之间呢 其实互补性是很强的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其实整个经济是 三产都比较的均衡 那么对于越南来讲呢 它这些年的拉动它增长的 其实主要就是它在制造业方面有一些优势 刚才提到的啊 人口红利工资水平比较低 再加上呢过去这些年呢 转业转移啊 中国很多制造业转移到越南 我们都知道日本和韩国呢 也把他们很多产业呢 转移到了越南 因为新加坡是整个东盟里面 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 虽然说他们经济总量是接近的 但是人均GDP的话 新加坡是9万美元 远远高于越南 所以这样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经济互补呢 可以说是对双方来讲都是重大的利好 当年新加坡在中国苏州建立这个产业园 它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早的就迈出这一步 对整个中国经济长三角的这个拉动呢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曾经发生在中国和新加坡合作上的这种经济奇迹啊 它会在越南身上的重演 那么越南它的政府呢 在过去这些年呢 它在这个引进外资方面啊 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那这一点呢 可以说一方面的是向中国进行了学习 但另外一方面呢 某些方面它可能放开的这个程度啊 比我们还要更大 包括我们知道的一些政治改革啊 包括它的整个体制上的一些变化 所以目前呢 可以说越南呢 处在一个相对来讲 欣欣向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 只不过呢 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 因为前期有一些观点 可能把越南也 只讲到它经济好的一面啊 那么它现在呢 其实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间呢 也把我们中国经济里面的一些 积累的一些问题呢 也学过去了 比方说它的房价啊 现在它的房价其实是比较高的 它现在整个越南全国的这个房价 平均大概是1.8万美元啊 那么这个其实已经很高了 相对于它的人均收入 刚才说的 大概也就是2500元人民币 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越南房价上涨的比较快嘛 所以这个李嘉诚 他们作为这种房地产投资啊 所以也非常积极的 在向越南去寻找一些政策红利 但是啊 当我们都在关注越南的这个经济 出现了腾飞迹象的同时呢 除了这个房地产过于火热之外 还有哪些隐忧呢 隐忧的话呢 其实很大一个部分啊 就来自于说越南呢 它现在呢 整个还是在复制中国过去的 相对来讲的一个低端的产业 那么这些低端产业呢 就需要去依赖原材料 它的原材料 其实几乎都要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它周边的国家 它更多的像一个组装工厂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呢 那么中国的很多产业呢 就开始向越南进行转移 但这个所谓的转移呢 并不是说真的 我把整个厂都搬到越南去 比方说我的服装 我可能是在国内完成大部分的生产 最后呢到越南呢 把它最后的一些环节完成 然后接上呢 在越南生产这样一个商标 它像美国在出口的话呢 会关税会相对比较低 所以整体上来讲呢 越南目前虽然说从增速的角度来讲 从出口的角度来讲 这些数据都比较亮眼 但是我们要理性的看待 它实际上整个制造业呢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还是一个相对低端的一个产业 其实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的话呢 中国的内部企业的这种产业升级啊 他们就主动的把一些产业 低端产业向越南进行转移 毕竟那边的人工工资要低很多 那么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都知道 日本韩国也是把他们的很多产业呢 把中国的工厂的关闭 然后呢转移到越南 但是呢像韩国三星啊 他们在越南开了很多工厂以后呢 他们其实也在投中国的那些产业升级的那些 比方说像动力电池啊 在越南没有办法实现的这些 相对高端的这些制造业 那么对越南来讲呢 它比较依赖外资啊 比较依赖外部的原材料 在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呢 比方说下半年或者明年 当全球经济陷入到衰退 那么它的出口啊 就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 而从进口端呢 它的这个原材料价格呢 可能会上涨 所以今年我们看到越南 虽然说这个GDP的投米增长很高 它主要来自于内部的消费啊投资 但是它的出口呢 今年呢其实是大幅的下行了 从这点角度来讲呢 可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越南它自己政府的官员呢 其实对今年下半年呢 还是有所担心的 刚才您也提到像日本啊韩国啊 很多大公司都投资越南啊 包括像韩国的三星等等啊 那么您觉得在将来啊 越南有没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日本 或者是韩国 有没有改超的可能性呢 这个呢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啊 我们讲的一方面啊 越南它本身具备的一些优势呢 的确呢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呢 对它进行投资 这里面有个可能大家应该听到过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说整个三星在越南的收入 一年的营收 就能够占到整个越南GDP的20% 还有一个数据呢 越南啊它去年2021年全年的GDP呢 其实只有它出口的量的一半 也就是它整个对外贸易这一块呢 就出口这一块呢 能够比它的GDP多出一倍来 那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它整个现在这个经济结构呢 一方面我们看到GDP总量上的快速增长 人均收入的提高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的这个结构其实还是不太健康的 你想如果你的对外出口 占到你的GDP的一倍 假如这个外需减弱的话呢 那对你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韩国 韩国经济呢 刚才只讲了三星一家 一家就占到了它GDP的20% 如果把韩国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企业也放进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三星是一个电子产业 韩国他们的最大的养猪企业 这个CJ集团 现在也在越南生产 当然还包括LG啊这些 所以一旦你这样去考虑问题的话 你就发现了越南经济啊 现在其实很大程度上呢 它是受到了韩国经济 日本经济的控制 所以一旦那边的经济表现不好呢 它这边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还有一个点啊 越南跟它的改革开放 它确实开放力度比较大 开放力度比较大呢 在经济繁荣期间呢 它会表现的比较好 但是一旦呢 全球经济出现问题的话呢 会快速的传导给它 所以呢你看今年的 越南有个数字啊 今年越南的这个股票市场 是在整个东方里面下跌最大的 而且是整个全球相对表现最差的一个股市 当然跟它过去两年股市表现好 那么回测比较大 有一定的关系 但也说明呢 就是它实际上受到这个外面的影响会比较大 比方说资金可以快速的进入 快速的流出 那这样的话相对我们说 像中国我们有一些管制的话呢 可能从稳定的角度来讲呢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当然越南也看到了这些问题啊 只不过在目前的环境下呢 它还是想先追求一个GDP的高速增长 所以如果我们从GDP增长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那可以说越南肯定是超过日本和韩国的 但是如果从人均收入来讲的话呢 那么越南它现在的目标呢 不是说要成为日本韩国 它现在更希望成为整个东盟内部的 像新加坡对吧 当然新加坡在GDP已经是比日本和韩国更高了 但是即使在东盟这六个国家里面的 越南的GDP总量上面也是最低的 排在前面的最前面的是印尼 然后菲律宾也比越南高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最近媒体确实对越南做了很多报道 这里面的主要是因为越南跟我们隔的特别近 所以很多关注点的就放到越南身上 那么我们当然除了刚才提到这些问题以外呢 我们还要看到的就是说 日本和韩国包括新加坡啊 他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在高端的制造业上面去发力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他们跟中国的经济的这种合作性的 合作的空间呢 其实是更大的 换句话说 如果中国未来我们说改变一些政策 对外加大开放 其实呢我们再吸引日本韩国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投资上面呢 其实应该有条件的做的比越南更好 当然了总体上来讲呢 就是东盟呢 就是受益于这个RCEP 那么接下来呢 我觉得整个东亚啊 如果我们把时间放长远一点 我们说假如看未来20年30年的话呢 那我相信呢 就是整个东亚的这个GDP的占比啊 会超过美国和欧洲 也就是说把美国欧洲加起来 他们整个的GDP呢 在全球的大概40% 那么东亚呢加起来呢 应该占到全球的6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我觉得越南呢 如果往前展望的话 20年后30年后呢 它的确呢整个生活水平啊 然后人均的这个收入啊 整个经济结构啊 产业结构啊 会比今天呢 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 中国跟越南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 经济交流呢 应该保持继续 目前这样一个势头啊 因为越南发展的越好 其实中国经济就发展的越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越南出口越多 其实它实际上更多的是 中国产业内的一个下游啊 所以越南更好的 中国也会更好 好的 非常感谢夏博士呢 详尽的跟我们阐述了 越南的经济出现强劲增长 背后多层次的原因 一方面呢 也就是它跟随啊 这个中国以前发展的轨迹在走 承接了这个低端制造业 促进了出口 另一方面 它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人口结构呢 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推动力 那么另一方面呢 就是你说 在看到经济蓬勃的同时 也有一个引游 就是它的经济受外围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如果周边的经济出现问题的话呢 也会影响它的发展 但是放眼未来二三十年来说 您认为整个东盟 在全球的GDP占比将会达到60% 而欧美将会萎缩到40% 谢谢您